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大演视频 菊花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 夏季天气炎热,再加上饮食以及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上火 心情烦躁等症状 所以大家会经常饮用一杯菊花茶来降火气 而且夏季饮用菊花茶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长期饮用能够增加人体钙质 调节心肌功能降低胆固醇 适合中老年人和预防流行性结膜岩时使用 而且菊花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对肝脏也有保健作用 另外菊花茶也可搭配其他食材一起泡茶饮用 例如山楂 山楂是常见的养生食材 除了健脾醋消化之外对血管也有不错的保护 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一杯山楂菊花茶既可以减肥瘦身 又可以预防三高的发生 同时山楂中含有的成分可以消除掉部分胆固醇 因此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常喝一杯山楂茶 除了山楂之外 菊苓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医认为 菊苓胃肝 蛋 性贫 具有沥水甚湿 震脾 凝腥的功效 同时对降血糖 稳定水压 保护肝脏也有不同程度的功效 因此可搭配菊花茶常喝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加转发哦 effectonton! 这 jum来市场 § 可以 scandakan吗?